美国的确诊人数超过了121万 那么防疫慢半拍 川普是怪天怪地怪大陆 现在还要怪自家的情报单位吗 他在推特上面发了推文说 情报单位今年1月23号 才非常轻描淡写的向他提出警告 那么当时呢 我得知出现了病毒 但是不会真正进入美国 我并没有被告知说 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好 所以你看现在 他怪自家的情报单位 但是其实美国的情报单位 早在1月3号 给川普的每日情资简报当中 就提到说病毒会传播到美国啊 而且美国卫生部长艾萨 在1月18号曾经和川普通话 当时就有提到 大陆的新冠肺炎疫情 但是直到3月的时候 川普还说新冠肺炎 只是小小的流感 我们退一万步相信 他1月23号才知道 但是他2、3月份的时候 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新冠病毒已经完全受控了 而且股市要起飞 民主党借着新冠病毒 来制造骗局打击我 有些人是轻症 根本不用看医生 还说病毒已经快要滚蛋了 好 但是现在呢 有美国主流媒体呢 就提报说 说什么1月23号才知道 其实美国总统川普 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就已经接获情资 美国总统川普总统川普 没有人会被告到 这个月底下 也有任何人 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川普 说这些人 这些人 没有人会有任何人 没有人会有任何人 这些人会有任何人 这个人会有任何人 这个人会有任何人 去年11月和1月23号 又差了两个月 他又浪费了两个月 时间没有好好防疫嘛 智恩你看川普他推卸责任 但是现在自己说过的话 变成打脸自己最有力的证据 穿脸被打脸这是新闻吗 这完全就不是新闻 他完全讲话就是反反复复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说 他一当选大家说是unpredictable 就是说他完全是不可预测的 那你可以看出来 不要忘记川普他做任何的发言 都有他背后的一个政治的考量 即使他知道去年 他绝对不会承认 即使它是个事实 我们也绝对相信 川普完全就是根据 不要阻挠美国的经济发展 为最大的一个依规点 所以即使他知道一些的讯息 但是他知道一发布之后 对于美国的经济 会是很大的打击 美国经济只要被打击 对他的连任之路 势必受到非常大的一个阻碍 所以我想他背后 有他的一个算盘存在 但是美国的这个疫情 已经到了荒腔走板的程度 那川普又要选举 他最好的方法 当然就把所有的责任 就推给外面的人 所以他这次为什么 不断地把任何的事情 包括从刚开始病毒的名称 一定要跟中国武汉挂上关系 包括他的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 一定要完全把这个事情 跟完全是出自于中国 原因就在于 他们很清楚 目前美国呢 被操纵里面就是说 他们对中国人的反感程度 是相当的高的 所以他只要把他的对手 这个Joe Biden打成 他是亲中 任何人只要打上亲中 其实就可以在政治上获利 所以我觉得川普 他目前为止来说 只要任何的讯息一出来 其实呢 你会看到 他就皮皮的给你做任何的否定 然后美国的新闻界 其实对川普的一个 所谓的信任度 也没有特别有大的兴趣 我觉得川普 他目前为止 对于他最大的一个选举的策略 就是咬死中国 然后告诉他 责任都不在他 所有的这些流行 都是来自于讯息 没有交代清楚 唯有这样子 他才有办法保住 他的连任制度 唯有这样子 对他的经济之路 才有办法得到一个 某种程度的一个掌控 所以最近川普常批评人家说 你是假新闻 美国真的有这么多假新闻吗 就有记者检验之后发现 原来其实呢 只要质疑川普 防疫不力的就是假新闻 还有记者直接呛川普说 你可不干脆承认说 你是不喜欢这些新闻 就说是假新闻 OK 坐下 我认为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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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媒体呢 其实真的是很看不惯 他老是乱扣帽子 而且出言不逊 把他过去讲过的许多话 都做成了川普的狂言路 我认为假新闻 好 只要对川普不友善的 都是假新闻啦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是民主的反指标吗 金明怎么看 我真的怀疑 这个川普是不是有在看台湾的新闻 这个他的做法跟说法 都有点像台湾的执政党 跟台湾的一些政府官员 只要这个不顺利的 不顺他的意 逆川普的都是假新闻 这题你觉得到底是台湾 学川普还是川普学台湾 我觉得两个哥良好 一起学 那川普其实 他不只是对这个 对他不友善的媒体 他会采取这样的一个 敌视态度跟方式 不久前 其实那个福士新闻网 是长期算是川普的好朋友 对川普的报道 也算是立场非常友善 那之前福士新闻网 他接受了这个反川普的团体 刊登了一系列的广告 这系列广告就大致在讲说 美国现在疫情多严重 然后就是有点 就暗批川普防疫不利 因为他的最后的画面 拉到那个川普 有一次在开这个白宫开记者会 川普的那个白宫专者 防疫顾问的医师 一个叫毕格尔什的一个女士 他就坐在那个记者席的旁边 一脸很无奈的样子 然后那个标题就直接打说 川普这个无能防疫不利等等 让川普看到这一期的广告 大为光火 然后马上在4月27号的时候 就上推特 直接就开火 对这个很 对他一向友善的福士新闻 开爆说 这什么媒体啊 搞什么啊 怎么会跟民主党人的 这个川普是共和党 怎么会跟民主党人的脚步走呢 这不是假新闻假消息吗 而且川普还指责福士新闻网 你们这样的做法 难道忘记了CNN跟这个NSNBC啊 说当初在办民主党初选的时候 是排击你这个福士新闻网 可是最后骂归骂 当福士新闻网提出专访邀约的时候 川普还是乖乖的去接受专访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川普就是急嘛 他也没报啊 就是没有部署了 而现在面临 刚刚这个志恩委员讲说 民主党的可能的这个对手拜登 他现在民调有可能不像在 二月三月疫情没有那么严重之前呢 可能独领风稍会有一段差距 现在他看到这种态势的话 有可能因为疫情杀出这样一个陈咬金 导致美国的这个确诊人数 不断的攀新高 然后这个确诊染病死亡的人数 也不断的增加 影响到他今年年底 不能连任美国总统 这才是他最大的交集 以至于口出狂言 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骂媒体 怎么样跟金正恩这个称兄道弟啊 大概已经不是这个川普关心的事 但是从这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选民 美国的媒体 会不会像刚刚我跟这个 我们这个孟凯委员在讲的 像台湾很像的情境 会不会像台湾的选举这样的一个 你就仔细看看 美国毕竟是百年 两百年多年以上历史的民主大国 人家的表现怎么样 到时候从这个选举制度 还有国情就可以高下立判 对 不喜欢的就是假新闻 孟凯好像也很有感触的样子 这真的是蛮有梗的这句话 但是我先讲 第一媒体叫什么 媒体叫无冕王 媒体是第四权 所以媒体就是在监督这个执政者 执政者做的任何事情 媒体不会吹捧 媒体不会给予掌声 媒体就是用放大劲来监督 这就是民主 抱歉 什么是民主 这个就叫民主 所以第一 刚刚那个美国总统川普他讲是说 停一下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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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一个友善的媒体 如果说你认为说 媒体跟你是友善的话 那其实你自己的心态 就已经有点可疑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其实过去川普 他的一个当选 然后还有就包括说 这段时间以来 有很多所谓的素人政治 狂人政治 其实某种程度上都什么呢 他们跟以往的传统政治人物 是不一样的 他们可能嘴巴讲的 会让大家觉得是说 他们讲话很有梗 在成平时期 也许会觉得说蛮吸金的 吸眼球的这个金 但是呢 如果说现在是一个动荡时期 或是一个危机时期的时候 民众就只会觉得更加的无奈 而什么是动荡 什么是危机时期 美国现在就是面临一个动荡 跟危机的时候 不是吗 疫情现在确诊数也好 或死亡也好 美国都是全球的第一位 也无怪乎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拿出办法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隐匿资讯 或者是教大家一些 不是办法的办法 包括说上礼拜我们讨论很多的 说你可以把杀虫 什么消毒剂还是什么剂 可以吃下去 或是住下去 你就没事了 真的有人去效仿 然后结果川普才讲是说 这个是反讽啦 我是故意要试探大家啦 拜托你是总统均无戏言 最后我只讲是说 当中国大陆都已经在 控制这个疫情的时候 美国还持续的飙高 还持续的确诊人数 死亡人数 都还是增加的时候 不拿出办法来 不好好的控制疫情 台湾为什么在这一波 疫情里面 大家愿意顺时钟 也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 相对来讲 控制疫情是得宜的 如果控制疫情没有得宜 没有拿出真枪实弹的 政策工具 或是政府的管理管制 作为的话 真的美国总统川普 我们很为你担心 11月的时候就看不到你了 民主国家美国 选出了川普总统 结果他是一个 谁也管不住的总统 他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 甚至他信口开河 直接吹嘘说 疫苗马上就要诞生 川普真的是美国的防疫指挥官 而且是第一防疫的专家 什么都要听他的 包括他说疫苗 马上就要生产出来了 但是总统有权利这样子说吗 结果立马他还遭到了 自家CDC的打脸 理事长 对啊 我们知道这个疫苗 除了他有一定的程序 那川普说的话 也不见得完全不正确 因为年底之前 可能会有疫苗 表示说他可以打 但是他能不能有效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是这个疫苗 可以打跟有没有效 这差得很远的 有没有效 可能还要大概好几年 才会出来 然后另外就是说 这个疫苗一旦出来的 证实有效 它还不见得有保护性 因为这个病毒怪怪的 这个病毒 它引起的免疫反应 有保护性的抗体 跟非保护性的抗体 到底你激发出来 是保护性还是非保护性 我们一点都不清楚 那会不会激发出 有害的抗体 那更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疫苗 我对这个疫苗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抱的希望并不是很大 我们还是用那个土方法 去把这个病控制下来 比较合适一点 对 但是你看美国总统 他是读医学的吗 他到底有什么资格 告诉大家说 这个可以注射消毒水 或者是说 我说这个马上就有疫苗 就会有疫苗 他这个他是 他可能这些片面的资料 他知道这个疫苗 可能快要可以打了 就是可以打到人体上 不会死掉 不会肿一块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但是真的有效 就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对疫苗 是不了解的 片面的资讯 就开始讲了这些话 就是说有一个疫苗 他可以打入人体 不会死人 对 就可以了 但是事实上 会不会有效 是不知道的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些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